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务14点就关闭了 如果想去这个市场玩 就好赶在早晨7点左右 这时是市场的高峰期 货物最全 烧饭最多 而且很多小吃也已经开张了 如果想品尝小吃 就要到卖小吃的船上去吃 吃完后再坐船继续逛集市 这个集市是建在运河上的 之所以建立这个集市 是为了吸引游客 集市在1868年时建立 但风貌一直保存至今 很多赶早的游客 是在集市上用完早餐的 在这里会卖面条和粥等早餐 伴随着人群的吵闹声 吃一口面条 还是让人觉得很舒适的 两岸有傍水而进的民居和建筑 给人一种水尘的风貌 其实集市的河道并不是很宽 因此能近距离的挑选商品 在蔬果船上 你能看见戴着草帽的妇女 她们也会大声的吆喝着 售卖自己的商品 在集市上坐小船 只要100泰铢 去市场的车费也不高 150泰铢就能走来回 小伙伴们 想来这个集市吗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凯爱萌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 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